蓝色轿车停在急诊室门口 爸爸下车 双手紧抱着他的六岁女儿 他女儿发烧 烧到41度 身体很不舒服 不断哭泣 女儿发高烧 头上还贴着退热贴 爸爸心急如焚 抱着女儿一心想往急诊室跑 护理师指引 让爸爸先将女儿 稳稳地放在急诊室门口的椅子上 坐好登记资料 袁警也过来了解状况 真见解我先 爸爸由衷地向袁警道谢 多亏袁警帮忙 女儿才能及时送医 目前人住在专责病房 病情稳定 事情发生在29号晚上10点多 他女儿确诊发高烧 烧到41度却无法退烧 爸爸急到不行 开车载女儿去医院 却不停御红灯 直到看到有巡逻警车经过 爸爸摇下车窗跟袁警说 他女儿确诊高烧不退 拜托帮忙开路 袁警马上开警铃亮灯 一路冲到医院 原本要20分钟 最后只花了7分钟就赶到 警方了解关乎孩子的生命 抢救争分夺秒 民众有需要 一定会伸援手帮忙 但也提醒 如果状况紧急 可以打119求救 会有更专业的救护人员 在第一时间急救 把握黄金抢救时间 华市新闻 是曼赵英光 台中报道 想要获取更多新闻资讯 想要看到 祖国最新的动态 赶快订阅华市 估计频道